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进入的课程 是得胜的福音 我们过去从不同的层次来看福音 今天我们进入另一个比较特殊的层次来探讨 就是灵界方面 就是人跟神的关系之外 人还要面对魔鬼的功绩或者诱惑 而作为一个基督徒 要怎么样去看待灵界的事物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全能的上帝至高的主掌管万有的神 你不仅是灵界的神 也是人界的神 物界的神 一切都在你掌管之中 你掌管万有 所以万有有什么问题 万有有什么让我们困扰的 我们来到你跟前 求你为我们解开 求你带领我们 如果有灵界的功绩的 求你保护我们 因为你是至高的主宰 你看顾这一切 让我们今天这个课程 使我们的生命得到祝福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处在的华人背景 或者在亚洲的处景下 对灵界的事物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很多人 他可以说他是无神论者 或者是他说 我对宗教信仰一点都没有信气 那是由于他还没有发觉的内在真正的西药 他只在忙碌着赚钱 忙碌着过生活 可是有一天 他的生活不需要这么忙碌了 他的经济条件改善了 他半夜三更醒过来的时候要问 我自己到底是谁 他还会问 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我死了以后要去哪里 听说有神 神到底是谁 又听说有鬼 鬼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 很多问题会借踵而来 我们过去的老祖宗 已经在探讨这些课题 因此 他们已经 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他们发觉到人 有灵界 人有灵魂 所以相信人死了以后 有所谓的三魂气魄 而三魂气魄 有可能会留在人间 因此要替他做法事 让这些的魂魄会消失 气魄在七七十十九天中 做神做法事之后 他就会消失 剩下三魂 这三魂一魂去神主牌 一魂去坟墓 一魂就跑到鹰府去 或者去轮回了 那么到了轮回那里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就出现了所谓的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有三善道和三恶道 如果进入三恶道的话 那就是第一道 畜生道 跟恶鬼道 如果他进入成为恶鬼 那就很麻烦 什么人会进入恶鬼呢 就是没有替他做法事的人 他在世界上成为孤魂野鬼 所以在民间信仰里头 作为一个儿子的 一定要对死气的家属 特别是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替他们做法事 免得他们变成鬼 而变成鬼回来抓我们 或者给我们带来灾难 那就不好 因此我一定供应他 一切的所惜 让他在那个世界 能够过得愉快 所以在过去的古书里头 有这么说 众生必死 死必归土 此之为鬼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死 死了以后呢 都要归土 把他埋葬了 可是埋葬之后呢 他就变成鬼了 精神离行 各归其真 故为之鬼 鬼归也 归了以后就变成鬼 他归家了 归系他的真带 因为他已经离开自己的身体 而归了 他要有所归 鬼有所归 其为不利 以其无归 成为人害 意思是说 如果他死了以后 他有地方归去 让他能够超度 进入冥记 不至于留在人间 成为人害 会害人 那是孤魂野鬼 恶鬼 相反的 如果他有所归 他就不会去害人 这都是早期 古人所说 也成了今后 民间信仰里头 特别是华人 非常切信的一回事情 人 本来对鬼 就有一种感受 无论你信 或者不信 那些所谓的无神论 经过坟墓的时候 都会蒙起一股的念头 会不会有东西跑出来 牛经过坟墓的时候 是没有感觉的 我们经过坟墓的时候 会想这些东西 出来的不懂是白银 还是黑银 所以有时候经过坟墓 都会唱歌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人会怕鬼 我抱我的孙 进入房间 那房间没有开灯 他会紧紧抱住我 原来他会怕暗 小就会怕暗 这个用康德的话 叫做先验性的经验 什么叫先验性呢 先验性就是 在你还没有经验之前 就已经存在的 好像人的生命里头 老早就存在的 对鬼神的观念 不是你后天教育出来的 就好像数学 二加二等于四 原是没有缴的 两条平行线 是永不相交的 它是先验性的 它不是后天才创造出来的 在我的老祖宗 亚当之前都已经是 二加二等于四 原是没有缴的 只是我后天去 经验了 原是没有缴的 是我后天的学习 其实我先天里头 这个东西已经存在 所以这是康德的说法 是有道理的 对吗 有一些的东西 并不是我们经验出来的结果 而是先验性 所以鬼也不是你创造出来的 你信也好 你不信也好 鬼确实是存在的 正如上帝 你信了 不会增加他多一点点 你不信他 也不会减少他一点点 他就是上帝 只是人会用理性 去拒绝 鬼的存在 去拒绝神的存在 我们的理性 好像是至高无上的 可以成为一切的标准 直到了康德 才发现到理性的际限 他对理性定下了际限 就好像海水 他有界限一样 理性并不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 理性不能成为 所有的一切的标准 事实上 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 有一些的东西 你理性想通了 但是你不会去做的 你明知道不对的 还是去做 你明知道赌博不好 还是去赌 你明知道细读不好 还是去细 所以这不是理性的问题 所以不是理性可以控制一切 不是理性可以改变一切 理性还是有它的极限 所以这些西方人认为 理性告诉我 没有鬼附这一回事 就用精神病去解释 结果吃了多少的药 他也不见得好 因为他不是精神病 是被鬼附 就好像有一些的人 他是精神病 却替他赶鬼 赶来赶去他都不好 因为根本就没鬼好赶 他是精神病 所以无论是精神病 或者鬼附 你就必须要清晰的去理解 他到底是鬼附还是精神病 因为鬼附是鬼附 精神病是精神病 精神病不是鬼附 鬼附不是精神病 不过精神病 九人容易被鬼附 鬼附九人容易患上精神病 这倒是真的 这两者有一定的关联 那如果我们清晰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 或许我们比较谦卑一点 去理解鬼附是怎么一回事 精神病是怎么一回事 就像这个课程里头 给我们看见的 格拉森的这一个被鬼附的人 很明显他不是被精神所困扰 他是被鬼附身而造成 因为他力大无比 甚至铁链也锁不住他 被他证断了 他对灵界的事物非常敏感 耶稣的出现 他就知道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他之前没有听过福音 因为耶稣是第一次到格拉森这个地方 可是这个人 在坟场里也没有人去跟他传福音 他仅然知道耶稣是谁 他有一种千里眼 灵事 属灵的看见 那么他又怕耶稣 因为耶稣叫他出来 他就必须出来 他说你为什么叫我受苦 事后还没到 一个精神病的人 对耶稣是没有什么恐惧的 你跟他讲属灵的事 他也没有兴趣的 就好像对牛弹琴一样 可是一个人被鬼附 你奉主耶稣的名赶鬼的时候 他会非常恐惧的 他很挣扎的 为什么他需要挣扎 因为他怕耶稣 就像格拉森这个故事里头所讲的 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而且这个鬼跟耶稣说 你不要叫我出去 如果出去就让我附在猪的身上 耶稣就准了他 结果他就转移了 从这个人的身上转到猪的身上 精神病不会转移的 当我为一个精神病患者祷告 他的精神好了 旁边那一个人患了精神病 没这回事 绝对没有这样的事会发生 可是鬼父就不一样 如果你为一个鬼父人祷告 他可能跑到旁边的那个小孩 或者那只狗的身上去 因为狗跟小孩 动物跟小孩没有意志力 或者他们的意志力非常薄弱 他们没有办法 拒绝 邪灵附在他的身上 所以赶鬼的时候 千万不要带小孩去赶鬼 不要带你心爱的狗去赶鬼 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转移的现象 也说明了 这个人 确实是被鬼父的 还有 他立刻就好了 精神病是需要长期服药 慢慢好过来 精神病是需要辅导 需要药物 可是一个被鬼父的人 是需要耶稣把他赶出去 一赶出去 他立刻就好 当然 我们也看见有一些人 鬼赶出去以后 他精神还是有一些恍复 为什么 因为他长期被鬼附身 久而久之 精神也被压抑了 以至于他的精神 也需要长期的治疗 鬼是出去了 不过精神还需要治疗 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精神病跟鬼父 是两码事 曾经有一次 半夜三更 有人打电话给我 跟我说 我姐姐被鬼父了 牧师请你过来 那个时候我还是传道 他说传道请你过来 我说好啊 我半夜三更 就快快的到他家里去 我一上楼的时候 他一见到我就说 你看 他又在楼下骂我了 又在楼下骂我了 那我再跟他谈谈 我就知道他不是被鬼父 他是精神病 因为他有精神分裂的现象 所以会错觉人在骂他 我就对他弟弟说 我说你姐姐最怕的是谁 他说最怕我大哥 我说明天叫你大哥 带他去看医生 精神病患者 很多时候都不听话 你叫他服药 他也不服的 不过如果有一个人 他很怕的 那个人叫他做什么 他都会做 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你一定要抓到这个 你就可以帮助精神病患者 结果第二天 大哥把他带去看医生 试了药 他现在结婚了 还有几个孩子 非常健康 没事 可是如果他长期下去 没有服药 他真正的精神分裂了 可能就需要很久来治疗 就很麻烦 所以精神病是精神病 鬼父是鬼父 鬼父不是精神病 而鬼最可怕的地方 不是真灵的面孔 不是西方的那个青脸 疗牙的那个样式 最可怕的 鬼是不断的在引诱人 装扮成光明的天使 让人跌在他的试探里头 这是最可怕 他甚至会用很好的名义 跟你说你拼命赚钱 赚了多多钱 你奉献给教会 上帝会更爱你的 你就好好的 也不需要去教会 你就拼命赚钱 拼命工作 然后就帮助洗洗多多 需要的穷人 哇多么好听 结果你就拼命赚钱 崇拜也没有 等到你赚了钱 一个没有属灵生命的人 会去爱人吗 会去爱上帝吗 这是不可能 所以魔鬼讲的这些 都是千套 都是废话 所以魔鬼最可怕的地方 就在于他的引诱 他的诱惑 他的试探 那有关这方面 我们在上一本书 已经提过了 他用的就是 没有我要加给你 有的我还要拿掉 这两招是他最管用 很怕 武灵就是用这两招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如何抵挡魔鬼呢 就是穿起全腹的金装 然后 常常 亲近神 顺服神 抵挡魔鬼 魔鬼就逃跑了 这是雅各叔说的 所以两个层次 是不可或切的 一方面 一定要敬畏神 好好地跟随主 顺服神 学习神 第二方面 凡是鬼的东西 远离他 拒绝他 抵挡他 这样呢 他就逃跑了 我们就得胜有益了 感谢神 愿上帝帮助我们 我今天就跟大家简单的分析 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回答你们的问题 谢谢牧师 接下来 这一题是问到 在驱鬼 一定要把鬼驱到另一个人 动物或甚至物品上吗 是的话 现代的驱鬼是把鬼附到哪里呢 在这段有关格拉森经文里 猪群淹死后 鬼或邪灵也一起死了吗 不是的话 鬼或邪灵去了哪里呢 圣经告诉我们 撒旦遍地游行 寻找个吞刺的人 撒旦正在遍地游行 到处在走动 好让他可以找到那些 他可以吞刺的人 可以附在他身上 或者来恐吓他 来利用他成就魔鬼的作为 因此当鬼被赶出去以后 他就在寻找可以附身 那最简单附身的地方 就是这些偶像的身上 所以圣经非常反对我们拜偶像 有两个原因 第一 上帝是无限的神 你不可以把他有限化 上帝是属灵的神 不可以把他物质化 第二方面 是因为邪灵会附在这些东西上面 让人去抹拜 不是抹拜神 不是抹拜那个木架子 他是抹拜邪灵在背后 所以圣经是激烈的反对 基督徒去拜武相 是这样的一回事情 所以鬼被赶出去以后 当然他不会死 他什么时候会死呢 圣经告诉我们 他会被丢进那永远的火壶里 你去看启示录20章 九到十戒里头就提到 所以这是他最后的终极 到现在他是不会死的 所以我们天天都要警醒 天天都要抵挡魔鬼 下一题 谢谢牧师 下一题问道 那些所谓帮人算命 看向的风水师傅或者老师 我们可以解释成他们的能力是从鬼来的吗 我们要看这个算命师到底是谁 他的背景和他的能力的根源 因为有一些向命师就是很普通的 看看书学过一些向学的人 那我还没有信主之前 我也学过向学 我也去买了不少向学的书 看算命的 替人改名的 我还会替人家改名 那跟他算这个字数 那这是我以前学过的 可是我这些能力都是一般的知识 他并跟邪灵是没有关系 就是没有从邪灵那里领受能力 但是有一些的师父是不一样的 他们已经来到一个阶段 能够为父先知 他能够为一个人看见他将来的命运 的发生 他不仅仅看他的守恒 看他的命运线或者是理智线 或者婚姻线 看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甚至非常准确的去算出这个人的生成霸制 他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在哪一个年份会死掉 那等等这样 或者接下来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会算得出来 这不是一般上你看这些的首相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可是他却可以算得出人的将来发生的命运 那有一些切实是他跟邻界有关系 所以这方面就要非常小心 那因为无形中他已经被鬼用了 而我们又去看来鬼来界定我们的命运 那就没完没了 本来这个人是没事的 给他算了以后事情跟着就来 因为魔鬼替他安排 按照这个相思所说的去成就 这样这个人就会越来越迷信 越来越陷入这个陷阱里面 所以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好第三题 谢谢牧师 接下来这题在约翰福音四十四章十五节 说到约瑟对他们说 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 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 必能占卜吗 请问一个敬畏上帝的约瑟是否有占卜呢 不是的 你看前后文的话 其实他是吓吓一下他的哥哥们 因为他哥哥们过去害了他 他的哥哥们现在来买粮食 所以他们又不知道前面的这个 这个是叶瑟是他的弟弟 以为他是埃及第二号人物 就是埃及的宰相 所以这个宰相出现的时候 按照他们的传统 一个居高位的人 他们有特殊的能力的 所以你像我这样的人 你必能占卜你不知道吗 所以我都知道你们是谁 我也知道你们做了什么事情 那其实是吓吓他的 并不是表示 叶瑟真的能够占卜 而且叶瑟 他不是占卜 叶瑟是能看见别人所做的梦 而且能够替人解梦 那是神给他的一种特别的恩赐 他比在所有埃及的术士 这些占卜人还更厉害 因为当年法老王做了梦以后 没有人能够解梦 那可是叶瑟却能解法老的梦 这是非常非常奇特的 因为法老的梦都忘了 所以这些的法事 法术 术士都没有办法去解 那可是叶瑟知道一切 为什么 因为隐秘的事是书也有法的 所以上帝就将隐秘的事 告诉了叶瑟 所以叶瑟不是占卜的 叶瑟是超越占卜的 那位可以说是一个先知 行的人 这是非常特别 而这句话 并不表示叶瑟会占卜 是表示叶瑟 吓吓一下他的哥哥们 让他们警醒过来 你在你前面的这个人 不是普通人 你要听听他 原来是弟弟 是他们所害的弟弟 那就不得了了 下一题 谢谢牧师 下一题问道 请问如何帮助一个 对星座深信不疑的基督徒 了解神不喜悦 我们相信星座呢 那星座到底是什么 星座其实是一个自然界的一些 人把他归纳起来的一些的现象的东西来的 说这是什么星座 那是什么星座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星座到底是什么 对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必为这些而去担忧 相反的 我们必须要依靠神 怎么说呢 因为这些星座 他看的东西是不准的 那圣经说凡是一人不准的都不是来自神的 所以这星座是不准的 你看全世界 有70亿人口 把他分成12个星座 也就是说 每一个星座有大概十几个亿的人 70亿 那么你70亿人口分成12个星座 而那一个星座的十几个亿的人 他们都是同样的命运吗 肯定不是 对吗 那么 所以你用星座来衡量是很粗略的 它并不是一个肯定的 也不是一个绝对准确的 所以凡是不是绝对准确 不是来自神的 那你就不要去问了 第二 星座只是一个自然界的现象 那我们今天呢 不受自然界来控制 人被造的时候 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是比自然界还高的 自然界没有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 所以人要好好的使用自然界 和自然界相处 而不是被自然界利用 被自然界控制 这个是本末导致 这个大可不必 第三 你要透过星座去知道你的未来 而未来本来就是一个奥秘 隐藏的事是苏耶和华的 而今天 你要把苏耶和华的奥秘 把它介入了 而介入的方法 还是用异教的方法 用星座迷信的方法 你说神厌恶 那是不对的 而且你知道你的未来 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还没有结婚 我就知道谁是我的太太 请问我接下来会好好追求他吗 反正都是我的妻子了 有什么好追求 你就没有恋爱的兴奋 你知道吗 如果你做生意 你知道你前面的生意 会破产 你现在会认真去做生意吗 如果你知道你将来生意是兴旺 你说我不必什么做交代给人都兴旺 反正我都知道以后我的生意是兴旺 你也不会在这个做生意的过程里头 找到了成就感 如果你知道你的未来是怎么一回事 人生是十分无弃的事 你明白吗 所以上帝让你过着一个有气味的人生 充满着冒险和惊叹的人生 就让你进入一种未知中 每天需要依靠神 每天需要谨慎过生活 那才是正确的人生观 所以怎么去看星座呢 怎么要让星座来界定你的命运呢 而上帝给我们理性情感 一直好好的运作它 你的运就会越来越好 你运越来越好 你的命就会跟着好 这叫命运 OK 那好好的依靠神吧 谢谢牧师 这题问到 如何回应非信主的家人 讥讽基督徒会面对很多困难 是因所信的神不灵呢 非基督徒 他们跟我们想东西的方法是不一样 他们是说灵不灵 我们基督徒是说真不真 对不对 那他们认为灵的东西就真 不灵就不真 所以他不灵的时候他就换神 这叫换神运动 所以很多民间信仰的人 他拜神拜了不灵以后 他就把他丢在大树头下 就换神了 就换一尊 那再不灵再换多一尊 那这是对神灵的一种的冒犯 一种的不尽 对吗 而基督徒不是这样 基督徒认为 真神就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 救赎我们慈爱的主宰 而这位主有绝对的主权 因为他是真神 所以真对我来说 无论是好是坏都是好 因为如果我认为不好 是因为我暂时看着不好 就好像父母亲教导孩子 孩子很难受 给父母亲打了一顿非常不开心 其实这个打对孩子的将来是好的 可是孩子看不到 所以我们的上帝是真的神 所以有时候会遇到困难 所以你说好像我们基督徒也遇到困难 难道非基督徒没有遇到困难吗 难道只有基督徒死 非基督徒不会死吗 同样的 大水洪水来的时候 难道到了非基督徒的前面 那个大水就停了吗 不是的 大家都一样会被水淹死 对吗 所以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 不要用这样随意的去衡量我们的神 好不好 我们最主要的对这样的人是活出真神的样式 有一些人拜假神 不过活得很真 很多人拜真神活得很假 那就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是拜真神的人 就活出真神的样式 活出真诚 活出爱 活出对别人的关爱 活出真神的样式 就是我相信神一定会带领我经过这些困难 所以我不期怕 还是喜乐勇敢的去面对 而非基督徒看 哇不得了 这样困难他还感恩 这样困难他还能够走过来 他的神或许真的是真的 那才是对 这是我们最好的解决方法 去面对 去告诉他的方法 有时候你怎么讲 他也听不进去 可是你活出来 他就相信你的神是真的 而最后久而久之 他就发觉到神真的祝福我们 我们只要忍耐到底 上帝一定会为我们开路 多大的困难都可以走过 如果今天你在低谷的时候 你要知道没有再低了 开始要往上爬了 相反的 如果你现在在高峰 你要小心 因为没有机会再高了 会慢慢走下坡 所以要很小心 那这样呢 我们人生就过着谨慎的生活 这样去荣耀神 让人发觉 我们的神是真的 一直提醒我们 下一题 谢谢牧师 下一题问道 如何接纳一个参与教会小组的同性恋者 是否可以为了保护其他的主缘 而让他们知道新主缘的性取向呢 那我觉得我们要尊重别人 如果他有不同的性取向 是我们个别去帮助他 你可以跟他说 我把你带到牧师那里 你有机会跟牧师谈谈 让他感受到人的关心 又感受到人要帮助他 回到一个正常的性的取向里头 那才是好的 而不是在小组里头公开 这个让他感觉到不舒服 感觉到被羞辱 感觉到被不信任的感觉等等 这种感觉都是不好的 我觉得做组长人要非常的智慧 那所谓的抱 这个保护其他的主缘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只要在平常的教导 能够教导的好的话 那就清楚了 如果他在我们中间也听了我们的教导 他也不会随随便便去诱惑别人 跟他搞同性恋 你知道吗 他也知道教会是拒绝做这样的事情 相反 我们能够帮助他愿意走回一个 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 而不是一直往这个错误的现象走下去 他也很忧愁 他也很痛苦 他也很挣扎 那基督徒是爱 要关心他 要爱他这个人 不要为着他有同性倾向 就一直的给他感觉到难受 这是不需要 谢谢牧师 接下来这题也是有关同性恋者的问题 如何帮助出信的同性恋者了解 即使在别的国家 有牧师为同性恋主持婚礼 而同性恋也是神极其憎恶的事呢 因为在圣经里头很明说的 只是这些的牧师 因为他们受到一些错误的神学的教导 而他们本身也犯同样的问题 也犯上了这样的一种罪 那么他们就要掩盖自己的错 就强解 误解 错解圣经 如果你好好读圣经 比如说我读一节 给你听立位记十八章 二十二节说 不可以男人苟合 像与女人一样 这本是可憎恶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不可以男人苟合 就是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不可以跟男人性交 像跟你人一样 这本是可憎恶的 那再清楚不过的了吗 可是他们解释这段经文说 那是当时的时代背景 跟我们现代的时代背景是不一样 有什么时代背景不一样 在上帝的法律的条文里头 你知道这个立法有三种 一个是礼仪立法 一个是民事立法 一个是道德立法 这是道德立法 道德立法是从古至今都必须要遵守 礼仪立法就不一定 有一些食物可吃的 有一些食物不可吃的 礼仪立法里头是可以改变的 可是在道德立法是不能改变的 可是他们还要强解 这是没有道理 因此要告诉他 你读这段圣经给他听 给他好好去想想 让他能够回到神的跟前 这才是真的 不要去找借口 那么来推卸 去遵守神的话语 好 下一题 好 谢谢牧师 这一题也是关于性取向 如何回应那些认为 有同性恋取向是天生 而不是环境所造成的呢 所谓天生的到现在医学上都不能证明 一个人天生的就是同性恋 那新加坡一位医生写了一本书 有关于这一方面 那同性恋是天生 他的答案 他从医学的角度的研究 他说No 他的答案是不是的 这是后天环境造成的 包括他的家庭背景 包括他接触的人 那么环境和他受的教育 都会慢慢熏陶他 走向一种错误的方向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 他是男人还是女人呢 是由他的性器官和染色体决定的 男人跟女人染色体是不一样的 男人跟女人的性器官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够有男人性器官说 他是女人 你不能说女性的染色体 他会变成男人 不会的 他就是女性 所以那一种说他是另一种 他明明有男人的器官 他又说他是女人 那是一种错了 一种颠倒了的一个性气象 所以会给他感觉到很混乱 所以他很痛苦 所以你要帮助他 不要被这种错误所影响 相反的你要由你自己的身体 结构跟你的染色体来界定 而医学上怎么证明你是男人 因为你的染色体是男人 你的性器官是男人 你就是男人 现在你要学习好好做男人 而不是想办法去做女人 这才是应该 这样他才会过正常的生活 那么你是男人的性器官 要过女人的生活 那当然痛苦了 是吗 这是不对的 那么你说先天性 现在医学没有办法证明 相反医学只能告诉我们 男人或女人是由他的染色体 跟性器官来界定 那作为基督徒呢 我们一定要告诉他 这种同性恋基本上 他已经违反了自然律 怎么说呢 健康有健康的律 我如果要身体健康 我要足够的睡眠运动和食物 相反的我每天吃奸诈的食物 我睡眠不够天天四个小时 我又不运动 我告诉你 很快的三十岁 他就患癌症死掉 因为他违反了健康率 对吗 我从高楼跳下来 我一定会死 为什么 因为我会被地心吸引力 吸下来死掉 同样的婚姻有婚姻的力 就是一男一女 他如果一男跟一男 他不会生孩子 一女跟一女也不会生孩子 所以全世界人都是同性恋 一百年后全世界人都死光了 这地球就毁灭 因为他违反自然律 这是不对的 第三 他们常常说 这是他的人权 我今天早上就说 你个人虽然是重要 群体不可互联 你群体固然重要 个人不可互联 这是相辅相成 可是同性恋者只谈个人 他不谈群体 我喜欢 我爱他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是这样 你说我要跳楼 我就去跳楼 你想到吗 你跳楼以后 你爸爸妈妈会多难过吗 不是你一个人 你如果单独一个人 那是OK的 你要怎么跳就去跳吧 对不对 谁管你 可是 你有群体的生活 就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你只想到你个人 这是非常自私的 同性恋者 他只想到个人的权利 而利用这个权利去烂交 这个也搞 那个也搞 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来我的办公室跟我谈天 他说牧师你知道同性恋是多么厉害吗 他有一个同性恋的app 他就打开给我看 他说现在你看 牧师我打开给你看 一打开了以后 他说牧师你教堂附近的block 第几地几地几层楼 有一个同性恋者 他也在这个app里面 现在我只要send一个message给他 我说我要过去那里 跟你做朋友 他如果说welcome过来 我就过去了 然后我们两个就上床睡觉 你这种自由 你这种个人的权利是烂交 你明白吗 你在破坏你的身体 而你的身体是上帝的电 是上帝所给的 你正在得罪神 不仅你得罪你自己 你在得罪你的父母亲 法夫乃受之于父母 你毁坏之 这是不孝也 对吗 所以你有想到吗 你个人的人权 你有想到你爸爸的权利吗 你想到你母亲吗 这是非常不合理 有人结了婚 后来他说 他跟他太太说 我要跟你离婚 因为我是同性恋者 什么话 废话 你就是要逃避你的妻子 用这种理由 然后要去胡搞 因为当初你跟你这个太太 都会生孩子 你什么是同性恋 你只是听说了那些东西 你跟他们在一起 搞这种性游戏 搞得很舒服了 搞得很烂了 所以你喜欢那种东西 而罪人就喜欢 患烂 自由 不必负责任 而我也看过同性恋者 患了艾滋病以后 非常难过 难道要等到那一天才能过 而那一天发生以后 爸爸妈妈更难过 什么叫人权 你爸爸妈妈没有人权 还有呢 基督徒为什么 极力的反对同性恋 因为同性恋者除了滥交之外 当然我不能说 绝对每一个同性恋者 不过按照统计 有大部分的同性恋者 是滥交 比异性恋者来得多 这是很明显 另一方面 同性恋者 他们去收养孩子 因为自己不会生 男的跟男的怎么会生 女的跟你的 怎么可能有孩子 可是他们又想要有孩子 就去领养 领养孩子以后 按照他们的统计 调查了解 不少的孩子 在这种家庭里头 是被性侵了 很冤枉的 很可怜的 而这个孩子有没有权利 这孩子也是人 他有人权 我应该有不同的爸爸和妈妈 爸爸就是男人 妈妈就是女人 就因为同性恋者把我接去 两个都是女人 两个都是男人 对这个孩子有没有侵犯 他的人权 什么道理 所以天天讲人权 其实是最没有人权 那基督教谈人权 就是一个对别人绝对的尊重 更是对上帝绝对的顺服 那种人权才有价值 所以口头上讲人权 其实是烂交 是患烂 是得罪神 是去得罪人 去破坏别人的生命 这些人权都是错误 我只能够点到为止 谈这几点 比较重要的点 来给大家听一听 好 下一题 谢谢老师 接下来这题是问到 曾经有人为了保护 其他的主缘受骗 而把新主缘过往 骗钱的丑事公开了 结果新主缘觉得 不被尊重和接纳 而离开了 请问我们该如何明智的处理 让有钱科的新朋友 有改过自信的机会 而同时也能保护其他的主缘呢 那我们不能因为要保护主缘 而去伤害你的新主缘 这是不对的 新主缘也是你所爱的主缘 正如旧主缘也是你所爱的 他们都应当得到你的保护和照顾 所以公开的把他的过去的黑暗的面 完全摊开 那是很不智慧的 旧的主缘看见主长这样做 以后他什么样的事都不敢跟主长讲 免得有一天主长也翻他的 借他的苍巴 他是一个失败的主长 对吗 相反的 我们应该从开始就教导主缘 教会的生活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台上也一直报告 也一直讲到提到的 就是弟兄姐妹不可以彼此借钱 凡是有人跟你借钱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通知牧师 通知主长 因为当你借钱的时候呢 你把钱借给了他 你就害了他 很快的他就会离开教会 很快的他会跟别人继续借钱 因为太容易得到 所以在教会是不准许借钱 那你不需要很公开的说 某某人以前骗人家的钱 我们应该在整个教导过程里头提到 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我们包括不做生意 请大家来到教会 记得你是做保险的 不要在教会卖保险 你在教会不要做直销 千万不要 但是人家问起你是做哪一行 你说我是做保险的 他私底下去找你 那是可以的 可是你不可以在教会去推销 你是做保险的 以至于你跟他推销的时候 他不跟你买保险 他又不好意思 因为你是副组长 那么跟你买 他又觉得很为难 他也根本不大想买 因为他现在的经济条件 不准许他买太多的保险 他已经够了 那么你就直接的这样 说不可以推销 不可以买保险 间接的说 在教会里头也不可以借钱 更不要说骗钱了 对吗 所以同样的 那私底下这位弟兄呢 他如果进入你的小组 你一先可以私底下跟他谈 你的过去耶稣已经赦免了 已经接纳你了 你要很兴奋 因为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了 这是神的福音来的 福音已经把他的过去给掩盖了 你却把他的过去给拿出来 这个叫祸音 这个不叫福音了 对吗 所以我就应该告诉他 你在基督里已经被赦免了 所以从今以后你是新造人 新造人不再再骗了 所以在教会里面来了 你不可以再跟人家要钱 还是做什么事 记得 如果你做这种事情被揭露就不好了 很清楚的 跟他说 如果后来你发现他真的跟人家借钱 你要私底下找他谈 我说我给你机会 你不可以再借钱 你快快把钱还给他 不然我会告诉他 是你过去一直跟人家骗人家的钱 所以你不可以现在跟人家借钱 你现在借了钱 你要还快快还 就限定他时间内还 这样的处理法 是比较的公正严厉跟慈爱 都关注得到的一些方法 不至于使他难堪 不被接纳 也不会让弟兄姐妹 受了伤害 如果一发现到有借钱的行进 一定要进去干涉去处理 我在教会已经处理好几种这样的事情 结果这些弟兄姐妹就不会受到更大的伤害 很快的就修补回来 这是非常重要 好 下一题 谢谢牧师 下一题说到 在圣经里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十五节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 全牧师要如何解释以上的经文 其如何保持像小孩的心智呢 为什么耶稣说 人若不变成小孩子 断不能进上帝的国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今天的成人越来越复杂 年纪越大越来越复杂 复杂到越来越狡猾 所以人的心对福音变成复杂狡猾 一直不断的季节 明明知道有时间 又跟牧师说 跟你的朋友说 我没有时间 那么就弄了一大堆 一个理由 就像当时耶稣讲的比喻中间 请他去参加宴席 他说我买了五对牛 我要去试牛 有谁先买车才去试车的 你说对吗 这就是借口来的 他说我买了一块田 我要去看田 有谁先买田才看田的 当然是先看田才买田 他说我刚刚起了一个老婆 我要跟老婆快乐去了 没有空去参加这个季会 这什么道理 参加季会而已 跟你跟你老婆关系 有什么关系呢 那你老婆天天都在你家里 难道季会完了以后 老婆就跑掉了 那这样的老婆跑掉 也是无所谓的嘛 你说对嘛 所以呢 这都是一百零一个理由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今天人年纪越大 狡猾 或者借口复杂 越来越多 所以耶稣说 人要像小孩那样的单纯 听见福音的时候 就想听听了解 不要先下结论 不要先批判 不要因为过去的传统 过去的传说 过去的观念 过去的意念 现在就来 批判耶稣 说福音是错的 相反的 我要像小孩一样 就单纯的听 单纯的去接受 而这样的人 领受上帝的恩典的可能性 就越大 因此像小孩一样 就能进天国 那你说 我怎样一次能够保持小孩的单纯呢 那从开始单纯 永远就单纯 你开始单纯 后来变一点复杂 后来就更复杂 更复杂以后就变成狡猾 就是这样 对吗 所以呢 从开始就要顺恋自己 人以后就会养成一个性格 性格就会界定一个人的命运 我现在在教会圈子 我看见很多的弟兄姐妹 她的生命不幸福 为什么 她的性格就是这样 性格界定她的命运 那性格怎么说成呢 就是习惯 她习惯这样 她习惯说骗话 以后就变成骗子 这是她性格了 人家都不相信她 所以她做什么都没有人支持她 都不会成功 因为命运界定了 为什么命运会被界定呢 因为她的性格就是如此 性格界定命运 怎么会界定性格呢 习惯 习惯从来也来 就每天都在做 就变成习惯 所以我今天每天都要单纯 对人要单纯 对神要单纯 做任何事要单纯 可是单纯并不傻瓜 不要单纯变成傻瓜 那就被骗了 对不对 耶稣说 你要灵巧像蛇 你要温顺像格子 你不要只是温顺像格子 却没有灵巧 要变成傻瓜 可是你不要只有灵巧 没有温顺 那变成狡猾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温顺 单纯 可是一定要灵巧 复杂 却不狡猾 那是很重要的 愿上帝帮助我们 那么渐渐养成这样的性格 就界定你的命运 是上天国的命运 阿们 好 下一题 谢谢牧师 这个问题是问到如何回应 非信徒 那这是人的外在来看 第一 大慈善家 大慈善家 之所以是大慈善家 因为报纸一直登 但因为他给了钱 就是大慈善家 你没有看见大慈善家背后的阴暗 他的钱从哪里来 他个人的为人到底如何 你怎么知道 对吗 有大慈善家 在家里虐待女佣 你怎么知道 所以呢 大慈善家 就没有罪吗 不是因为他行善 能不能进天国 是因为他犯罪 所以不能进天国 所以坏人犯罪 不能进天国 慈善家犯罪 也一样不能进天国 所以进天国 跟他行善或行恶 都是一样的 都有罪 都需要受审罚 都需要 进入永恒 与神的隔绝 因为上帝是光 黑暗是不准许 跟上帝在一起的 那你说死囚 他杀人 他死囚 他信耶稣就上天堂 好像也不太公道 那不公道是你说的 因为公道不公道 是上帝是付代价的 你没有付代价 你凭什么说公道 或者不公道 如果是你付代价 你才有权利这么说 因为耶稣拯救他 耶稣要付出 杨贵的生命 耶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代价是耶稣付的 你说耶稣不公道 天哪 你凭什么说他不公道 代价又不是你付的 是耶稣付的 你知道吗 OK 那圣经说 一个人得救 纯然是恩典 什么叫做恩典呢 恩典就是白白给你的 不是凭着你的功劳而得的 美国有一个死囚 他杀了七个人 他不仅杀了七个人 他还把七个人解剖 解剖以后呢 就把他的内脏挖出来 放在冰箱 然后切片刺 他是刺人狂来的 后来被抓了 被判死刑 在监牢里头 牧师进去传福音 后来他信主了 牧师出来非常兴奋的 告诉大家 这个死囚呢 悔改了 而且大哭 为自己的罪难过后悔 真正的在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 接受了耶稣 你作为会友 听了这个消息 开心吗 你说岂有此理 这种死囚 以后上天堂 我要跟他见面 还要称兄道弟 这个真的很不公道 那是因为呢 那是因为你不明白 什么叫恩典 因为你不知道 你自己犯罪 有多么可怕 你只想到他犯罪 很可怕 因为你对罪的标准 太弱了 上帝对罪的标准 是不达标 凡是不达标的 就是罪都不能上天堂 所以呢 他绝对不达标 不能上天堂 你也一样不达标 所以今天 我能上天堂是恩典 而他上天堂 也是恩典 只是他领受的恩典 比我大 这倒是真的 所以呢 耶稣就说 领受恩典多的 爱就大 对不对 有一些领受的 他很清楚知道 他领受恩典很大 所以呢 他对耶稣的付出 也比人大 所以保罗说 在罪人中 我是罪魁 所以保罗一生 为主 甚至最后为主而死 我没有这样 所以呢 我还不至于 来到为主而死 你明白 所以保罗是一个罪魁 他避害教会 他知道自己是一个 罪人中的罪人 所以呢 他对神的爱 也特别大 这是耶稣的意思 所以今天呢 我们只能说 Sulagatia 一切都是恩典 没有什么夸口 耶稣谢谢你 为我付出昂贵的代价 Amen 下一题 谢谢牧师 然后下一题问道 在真言书 真言书28章7节说 谨守立法是 智慧之子 与贪食人作伴的 却羞辱其父 请问贪食是一种罪吗 你知道在天主教里头 把贪食 看成是一种的罪 有七种罪 我上一次曾经跟你们提过 有七种罪 其中一种罪就是贪食 那贪食是最大的 其中的一种 第一个罪 就是贪食 那为什么说 这里说贪食 是 羞辱其父呢 以贪食人作伴 是羞辱其父呢 因为贪食 在原文里头 就是浪费 滥用的意思 就是上帝给你的好处 你滥用了 为什么滥用呢 你贪 你要占有 在食物上 你要占有比别人多 在产业上 你占有比别人多 在金钱上 你要占有比别人多 然后要占有以后 就拿来滥用 这种人呢 是自私的 这种人是 不好 是神所不喜悦 而 我作为一个儿子 我仅然跟他们作伴 意思说 我爸爸没有好的教导 所以呢 是羞辱他的父亲 没有家教 你明白吗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他说 且羞辱其父 就是 说明了这个儿子呢 没有家教 会跟这样的人作伴 这种人是应该去远离他的 这是真言书的教导 好 下一题 谢谢牧师 这题是问道 若是我们真遇到被邪灵附身的人 但当下心里却害怕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 你都害怕了 怎么处理呢 对不对 你要先处理自己的害怕 怎么可以去处理鬼呢 对吧 所以呢 先要处理自己的害怕 怎么处理 回家处理 快快远离他 因为呢 鬼 你都怕他 那么鬼已经 占优势了 你怎么敢他 就敢不到的嘛 对吗 所以呢 你现在要做的 就回去好好处理的害怕 那么怎么处理 找牧师啊 找那些会赶鬼的 知道如何赶鬼的 而你如果还在害怕 那你就不应该一同去赶鬼 OK 那就是这样处理鬼的方法 那因为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又害怕心里就无力了 这是真言书说 所以呢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心里要刚强 力量就跟着来 你越不怕 你越有力量 你明知道不能做 你勇敢的去做 你发现到 原来也可以做得到 你知道吗 很奇妙的 仍有一种内在的潜能 potential 那 知之不可为而为也的一种精神 会使你改变很多的事物 如果什么事情到你手 你说我不能 结果什么都不能 什么事到你手 你说我能 是靠着神的恩典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了 凡事都能 很多时候 你就开始经历神 你就发觉到 神给你的潜能 是无限大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物 能够来荣耀神 而不是高抬自己 不要像弥财 要做超人 他要高抬自己 又宣布上帝死了 那是错误的 那相反 我们是依靠上帝的恩典 来做非常超越的事 来荣耀神 那是很美好的 所以不要怕鬼 其实鬼是怕你的 为什么圣经说 在你里面的 比那在外面的更大 在你里面的就是圣灵 圣灵在我们里面 是胜过 那在外面的就是魔鬼 那为什么我们要怕他呢 是他怕我们 所以记得 每一次遇到黑暗 遇到鬼的时候 一直要对自己说 他怕我 不是我怕他 那么渐渐的 他就不怕你 今天有一些什么都怕 连蟑螂都怕 那这种人呢 就是问题就出在 他心理上的问题 所以他要先解决 他心理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蟑螂就怕他 其实你每一次看到蟑螂 蟑螂先跑 还是你先跑 当然是蟑螂先跑嘛 对吗 所以呢 你见到鬼 你是基督徒 鬼先跑的 你不要怕他 那么你跑 他说 他跑的 不是我跑 结果他越大胆的来追你 就麻烦了 神帮助你 来下一题 谢谢牧师 下一题问道 其他的宗教 或一些没有宗教的灵媒 也会赶鬼 他们是大鬼赶小鬼吗 那 那耶稣曾经说过啊 因为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赶鬼 那么法利赛人就说 他是靠鬼王赶鬼的 耶稣非常生气 这件事情 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们仅然认为耶稣是靠鬼王赶鬼 耶稣不生气才怪 那耶稣非常非常生气 耶稣就说 哪里有一国 那么 这个撒旦去攻击自己 自己 鬼去赶鬼 去打自己 一国自己打自己的国家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样不是自我毁灭吗 所以鬼也不会做这样的事 可是在现实生活里头 你看那一些被鬼赴的人 他去庙堂 或者去某一些的 请某一些的神明来赶的时候 结果呢 鬼就赶出去 其实 赶来赶去还是鬼 你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像有一些人 他脚肿了 哇 很大的病 看了西医也医不好 看了中医也医不行 结果呢 他到了某一间的庙室 请那个跳筒的鸡筒 画了符给他 回去贴一贴 又喝一喝 结果呢 他的脚就好过来了 其实他没有真正好 他的脚的病呢 已经从脚移到心去了 这叫心病 结果他很迷信 他就不会信耶稣了 本来还有可能信耶稣了 现在他不再信耶稣了 所以魔鬼的伎俩就在这里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呢 所谓的鬼赶鬼 大鬼赶小鬼 后来还是鬼 只是做戏给你看而已 不是真实的 这是耶稣的意思 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的要赶鬼 是要奉主耶稣的名赶鬼 那才是真正的叫鬼离开 那才是真正的上帝得胜 这样的人的生命 才真正的得到解放 你看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 我们没有说有鬼在我身上 也不会说鬼会附在我身上 也不会说我很害怕 很多挣扎信了耶稣 还有一个灵界上 这个鬼的问题 没有的 相反的 我还祷告 上帝的灵 请你住在我的心里 圣灵 请你进到我里面 那你在外面 你可以敢敢讲 哪一个灵 顺空的灵 请你附在我身上 你敢这样讲吗 猪八戒 请你到我里面 你敢讲吗 你不会这样讲的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知道 我们所信的是圣灵 是圣洁的灵 我们不怕的 圣洁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那是美好的 所以你使你心里更加稳定 更加安全 这才是美好 好 下一题 谢谢牧师 接下来这题是问道 请问基督徒在葬礼中 点香或拿香 是祭拜魔鬼的意思吗 不是的话 请问牧师可以解释 为什么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做 那这是一种罪吗 那我们必须要知道 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旧约里面 香 是献祭给耶和华 他们烧香给上帝 在 所有的宗教里头 香 是跟鬼神有关系 烧香 那当一个国家的 大人物 来到你的国家 来拜访的时候 他下了飞机以后 你没有插香来欢迎他 对不对 你会给他带上花 花环 不是花钱 要带上花环 欢迎他 对吗 他到了那个英雄碑 去献花 他没有去献香 献香是跟鬼神有关系的 是所有的宗教 和世界礼仪里头 都认为是这样 所以呢 一个基督徒去拿香 去祭拜 就是跟鬼神有关系 那是不对的 所以基督徒 是不可以拿香 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要祭拜的 就是上帝 而基督徒 可以不可以拿香 来祭拜耶和华呢 圣经说 不需要了 为什么 因为到了新叶呢 他说香已经转化成祈祷 用祈祷代替香 献给耶和华 在启示录里头提到 香 就是祈祷 来献给神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到了新叶 我们也没有献祭 所以也没有献香 因为祭物已经献上了 就是耶稣基督 被定使徒家 完成了这个献祭 被杀的羔羊 所以我们也没有献祭 我们也没有献香 就是这一回事情 而今天在外面的宗教 仍旧献祭献香 那就跟耶和华神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 不应该做 好 下一题 好 谢谢牧师 下一题问道 如何劝导身边 有些基督徒朋友 以尊敬使者为理由 而拿香祭拜 特别是在 非信徒 亲属的葬礼上 那我们就跟基督徒说 你去参加这些的葬礼的时候 葬礼的时候 不必拿香 我们到那里就举行 默哀礼就好了 我通常到这样的地方去的时候 我会尊敬他们 我不会在那里谈天说笑 你知道吗 我们基督徒要有一点礼节 中的礼貌 不可以在人家的 伤事的过程里面 到了伤家 在那里笑得大大声 谈话 跟基督徒在那里 谈到好像很开心这样 人家死了自己的亲属 人家是难过的 那种树木的气氛 一定要保持的 基督徒不应该去破坏它 第二 基督徒要有一点礼节 你知道 不要成为一个无礼之人 那就应该到这个灵前 举行默哀礼 那通常我就会说 弟兄姐妹 我们树立 低头默哀 为着某某弟兄的 爸爸的气势 表示哀悼 我们一起默哀 一分钟 大家低头 一分钟以后我就说 礼成 我们就 去绕一下棺木 看一看 那我们就跟他道别了 OK 那通常我去探访的时候呢 先跟上家见面谈谈 到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就去做一个默哀礼 那如果你经济上 许可的话 也表达一下 也给一个白金 一个富裕 表示一种关怀 这也是基督徒 应该表达的一些行为 那是好的 好 下一题 谢谢牧师 这题是问到 请问基督徒会被鬼附身吗 理论上是不可能被鬼附身的 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怎么会准起邪灵 来跟他在一起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 基督徒信耶稣 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 叫dwelling 他住在我们里面 而邪灵呢 他是附在人的身上 叫possess 这是不一样的哦 possess的观念呢 就是利用 住在里面 是跟你同甘苦 所以呢 今天我们信主的人 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 跟我们同甘苦 邪灵要进来 是不可能进来的 所以他只能在外面干扰你 OK 所以有一些基督徒 比如说他又去犯罪 邪灵可能会干扰他很惨 干扰不到就破坏他的家庭 因为呢 他已经不需要 他已经不依靠神 他已经偏离了主的道 所以呢 给魔鬼留下很多的破口 所以圣经说 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 就是这个道理 你给魔鬼留破口 他就一直攻击这个家庭 攻击这个人 攻击不到这个人 就攻击他的孩子 攻击他的父母 一直来 所以呢 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 堵住这些破口 那就是遵照神的话 顺服神的道 做一个进入耶和华的人 那鬼就没有办法 所以有一些人被鬼骚扰 我不认为基督徒会被鬼附身 如果会被鬼附身 那个基督徒一定是糊里糊涂到一个程度 已经几乎士气信仰的人 他已经完全偏离主的道了 过去甚至洗礼了 后来竟然都跑去拜偶像了 那一种人有可能被鬼附的 因为呢 他已经公然的宣布他要离弃神了 所以呢 鬼当然会欢迎的进到他里面去 这是麻烦 所以我们要清晰的知道这一点 另外呢 有一些基督徒的家庭背景 他跟过去的家庭历史 他个人的历史和家庭背景呢 都是玩鬼的 就是在灵界里头 有做很多的神秘的灵交的 后来他来信了耶稣 很快信了主 因为他知道神是最大的 他就接受耶稣 可是他又舍不得离开以前那些东西 又回去玩 他有可能会被鬼附 这种人 所以要很小心 那一个人 已经经验到灵界的那种 很特别就好像戏毒的人 戏了毒以后呢 他后来戒毒 戒毒了以后呢 在某一个打击之下 他又想回去戏毒的 他们的意志是很薄弱的 教鬼人 他已经跟鬼有一些经验 鬼会跟他说话 给他听见一些东西 久而久之呢 他会喜欢继续那种生活 而信耶稣的时候 不一定会听见耶稣 那么清楚跟他讲话 因为上帝跟他讲话 常常透过圣经讲话 他又很懒惰读圣经 就很麻烦 这些人就喜欢回去过去那种经验 所以你问会不会鬼有这个可能性 好 下一题 谢谢牧师 下一题问到 鬼是源自于沙特那 鬼会否会越来越多吗 鬼不会越来越多 因为民间信仰的鬼是越来越多 因为死人越来越多 所以鬼又不会死 所以就越来越多 鬼 所以到处都是鬼 有贪赐鬼 有含杀怪 所以什么鬼都出来了 那我们基督徒呢 不相信这一切 鬼就是鬼 人就是人 神就是神 人不会变成鬼 鬼不会变成人 也不会变成神 OK 那这种的界限 在基督徒里面 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那鬼到底从哪里来呢 按照圣经里头看法 应该是天使长堕落以后 他的部下就跟他一起堕落 所以他的部下就变成了污鬼邪灵 而这个大鬼就是天使长 就叫做魔鬼 或者叫做撒旦 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神 试探人 控诉人的那一个 那就是撒旦 好 谢谢大家忍耐 一起学习 好 各位再见